从小延伸出思考 就是无能 无常 思维 巴德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是中国的精神 由此缔造出和睦 幸福 长治久安 离异之邦 和谐社会 我们的老祖宗 古神献献 为后世子孙 留下这些无价的珍宝 我们应该怎样报恩 我们接受过来一教风险 那就是对祖先最好的报答 今天大家讲现代化 真正讲求现代化 就不能离开根本了 好像一口几千年的大树 它有根 它有本 年年发心知 掌心业 开心花 借心苦 今年开的花苦不是去年 那叫现代化 所以现代化离不开根本了 我们今天现代化 是把根本铲除 像这棵大树一样 把根砍掉 只留下这些新花 去插在花瓶里 它没有根 好不了几天枯萎了 但是 现代人 不知道梗呢 完全迷失了 凡是根本 旧东西都一开要铲除 都不要了 完全作现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观念 会给社会待了在哪 我们觉悟了 明白了 要救根本 救根本 从哪里救起 从孝顺父母做起 怎么尽孝 依旧奉献就是尽孝 这十几年来 我们也看到一点效果 大家对于弟子规 感应片 十三页 重视 在一起 根本不重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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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